我感觉自己变化挺大的 更坚持了 现在比以前更坚持了 因为当这种东西真正快要失去的时候 你就会越珍惜它 伊诺这番话听起来有点想要告别的意思 虽然目前的他依然在巅峰 但他肯定也清楚 自己在这个赛场上六年的时间已经很长了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打多久 但和以前相比心态一定不一样了 以前他一直待在舒适宣礼 但经历了2023 伊诺瞬间就长大了 他曾经说过要把A技带回那支人人惧怕的强队 也说过只要你够强 就没人不想和你做队友 当时被嘲讽的内容 如今回旋标都回来了 他确实也做到了 奶茶教练透露了为什么本赛季的A技没有了队长 因为这对于伊诺来说是一种束缚 之前有问我队长标谁 我都是说谁都不要标 他要承担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比较累的 因为我觉得前两年确实 自己的身份还有自己的性格不太适合 这点我非常认同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KPL战队开始流行队长了 海队 诺队 卫队 小队长 很多队伍都会把自家流量最大的选手 任命为队长 粉丝可能也把这当成一种荣誉 但选手本人并不一定喜欢 Kat这种性格可能很适合当队长 但伊诺不适合也不想 Kat的离开很突然 队友事先也不知道 忠义还表示 早知道的话就跟Kat多学点东西了 那我还是比较会Kat在我们的时候 我没多学习一点吧 诸葛亮不干了 现在把工作交给了赵云跟光宇 奶茶透露 现在的A技也是每个人都承担一部分指挥 他对于大帅非常认可 对于刚加入冠军队伍的新人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自信和纯粹 A技这期纪录片的主题就是 是否愿意回到过去 即使结果不能改变 对于这些选手来说 职业生涯都不是一帆风顺 但他们思考过后 还是愿意再来一次 这段职业生涯带给他们的 终究还是收获大于痛苦 也祝愿A技能在这次的决赛实现目标 我不知道活着干嘛 就想拿一个冠军吧 所以我说我这个是任务嘛 因为我目前只有这一个事需要我做嘛